我就不理解啊 黑比亚迪的人到底是不是中国人 你是哪个国家的 你在什么立场啊 只要比亚迪崛起了这两年 把和之车 把小日本的鬼子的车 打得落花溜水 让他们销量断崖式下滑 这不是最大的功劳吗 你在什么立场 你怎么黑比亚迪 再说了 假如说比亚迪这车真有事 那真有事车主反应 轮不到你们呢 成天给他颠倒黑白 捏到事实 顿章取义 就目前为止啊 说方程报不好的 没有一个实锤 也没有一个真正车主 说是跟比亚迪 跟4S店 跟厂家搭关啥 一个也没有啊 再说销量里面也阻止不了啊 只要是一个成熟的 有思维逻辑的正常人 了解之后都会买方程报 包括很多别的比亚迪车 了解之后肯定会选择的量 所以说比亚迪销量高嘛 这是事实啊 那有什么可抹黑的呢 是不是 所以说 谁才认为比亚迪的车不好 请拿出证据 包括到我直播间 加装车主的那些人 一说视频 看看你刹车 走了 不敢看了 根本就不是车主 连视频都不敢看 为什么要这么做呀 真有意思 只有一种解释 他们有两种身份 一纯是日本鬼子 加装中国人 第二点 是什么 汉奸卖国贼 而且是很多是自带狗粮的贱人 然后呢 我们先下来 来承课